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 分爱他的身旁有个他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 假装心伤心上一片花 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 他就好像要留了一幅画 一说起刘涛我们就会想到 嫌弃良母这个词他优雅大方 坚强能干精打细算 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 丈夫生意破产也好又生病 他不离不弃付出后疯狂皆喜 人真拼命三娘 别人问刘涛在哪里 答案永远是要么在拍戏 要么在拍戏的路上 付出四年接了二十五部戏 替老公赌上了四个亿的大窟窿 面对二次投资失败的丈夫王柯 他一如既往的选择帮助他 为此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 表示道这个扶不起的阿斗 为何还要硬撑呢 不选择离婚呢 尽管外界人云亦云 但刘涛丝毫不予以大理 反而专心起了事业 来努力为丈夫还债 那么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度这一生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是有期许的 我们对我们的双方 都是有种责任的 所以我们才会在结婚的那一天 许下诺言 无论生劳病死 我们都要在一起 但是真的当你遇到 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 千万不要轻易就放弃了 小年在圈内 刘涛就展露头角 年仅22岁的他 凭借外地媳妇本地狼走红 此后呢 便收到众多影视作品的邀约 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 在《天龙八部》里面 他将阿珠饰演的入目三分 除了是乔峰的剪不断 更是观众们 至今都烈烈不忘的白月光 近战的演技 也深受大家的称赞 广受好评的他 一时间稀奋无数 成为了当时 无数男人的梦想女孩 可是事业阵风生水起时 刘涛去宣布 拖一出演艺圈 因为他遇到了真名天子 成为了王太太 在一所高档的酒店电梯里 刘涛遇到了 他的真名天子王柯 两个人一见钟情 根据王柯在节目中的表示 说是第一眼看到刘涛以后 便觉得他是自己的终身伴侣 令人震惊的是 两个人在相识相知20天以后 便选择结婚领证 不得不说这缘分一来 还真是妙不可言 据说王柯那时还是富豪 有市值200亿的公司 有自己的定制音波 737飞机 2008年 王柯在二人出狱的酒店 给刘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婚礼耗资400多万 请来了北京很多名流 接近现场更是成了名车展览会 劳斯莱斯兰博金宁疯狂亮相 成为豪门贵妇的刘涛 当场幸福地表示 退出娱乐圈 安安静静地在家里面相扶交子 可谁能够想到美好的生活 仅仅维持了两年 2008年 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 刘涛的丈夫事业深受重创 两年后 不得不宣告破产 甚至欠下了4亿多的债款 最大的变革 使王柯一度抑郁 他依靠药物来摆脱痛苦 一度销售 甚至在刘涛生子当天 王柯竟然口吐白沫 晕咀后尿失禁 就是孩子生完以后 就把我推到病床上的时候 就刚好那个护士就 把我整个人往这个床上 就是这一抬的时候 就我老公突然他就在旁边 就倒下了 当时我也懵了 然后倒下的时候 就发现他不太对劲 后来他们就说 他是不是有什么 什么癫痫啊 还是什么的 我说不是不是 后来我才知道 就是一个药物的阶段反应 生子后的刘涛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安慰丈夫 一边准备付出拍戏补贴 家用替肤还债 刘涛曾经在4年的时间内 接下了25部电视剧 平均每年有6到7部的出品量 这种工作长度和压力 并没有击垮刘涛 甚至让他更加坚强 这真的第一是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真的停不下来 第二你是觉得 当就是这个马达滚动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大 我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对对对 然后我也越来越享受这种快乐和给予 就这真的就会停不下来 还清债务后 老公王柯也是忍不住调皮起来 在一次聚会上激动之下 脱口而出 戏子就是挣钱多 惹得旁边的朋友啊 目瞪口呆 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时 还是刘涛笑盈盈的一句话 逗得大家解除了险情 没有我这个戏子 不知道你在哪里和喜别疯呢 一句话既避免的尴尬 又狠狠地打了对方一些耳光 不得不承认 刘涛的情商真是没得说 这回应简直不要太漂亮 从2008年到2021年 刘涛为家苦苦支撑了13年 从一开始被大家说是嫁入豪门 到今日说是被丈夫王柯托后腿 刘涛始终都没有变得是 靠着自己的努力 活成了真正的豪门 对于这段感情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